万能博士 医生说 我弟弟的肚子里有蛔虫 蛔虫是怎么跑进肚子里的呢 有些人的肚子里会有几十条 甚至几百条像蚯蚓一样的蛔虫 你说可不可怕 蛔虫是一种寄生在肠里的病虫 大人会长蛔虫 小孩子更多 当你忽然变得不喜欢吃饭 或者吃了还想吃 好像永远吃不饱似的 那就得当心了 也许是肚子里长蛔虫咯 蛔虫是由蛔虫卵孕育出幼小的蛔虫皮 当它有机会溜进我们的肠里面 就会变成小蛔虫 在菜叶上 泥土里 不干净的食物里 以及不爱清洁的小朋友手指上 到处有蛔虫卵 所以吃饭前 大便后一定要洗手 不要吃任何不卫生的东西 这样子 蛔虫就不会住到你的肚子里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